來看健保肅對一百零八年開始推動 肥膩健保肩 這兩年因為疫情 所用的人是生長不少 對去年的四萬多人 今年已經有三十六萬多人所用了 衛生後日報的部長四歲完是認為說 肥膩健保肩可以來解割 萬古醫療的金流及金流 所以高麗民眾 又驚趕快去申辦 掃手機上頭的QR Code 就水有白人的資料 這是維護部長在掃的肥膩健保肩服務 只要有健保肺驗通app 就可以申請輸用 維護部也透過這項服務 可以離邊偏向離島頂頂地區看醫生的訴求 看今後也可以用出席上頭的QR Code 到社區有局貼油 在越是偏遠的地區 越需要科技來幫忙 台灣的分級意料很重要 偏向離島 居家的意料 都是我們要追求的一個目標 經濟健保肅的通計已經超過36萬人 有科技健保卡 967間得到醫療飲食 完成科技健保卡的系統這次 但是經濟維護部在日空一一年的通計 資料 台灣包含中醫 社醫 企科 整體醫療飲食有2萬多間 算起來有科技健保卡系統的醫療飲食 卻僵體要不夠幾下 應該算是開始在啟動而已啦 我想在今天的成果發表會之後的話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還可以有更多的一些運用 市水管共調新冠危險疫情這幾年 已經較前台灣有辦法推動向你醫療 不過你必中表示 台灣民眾要是比較慣 進入醫療醫所做實體化症 如何改變大家的生活是關鍵 記者跟問題有水一代報道